那麼各位你進到OneNote之後呢 我們到這邊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比較標準的就是你透過所謂的會員註冊的方式進來 那如果你覺得你只是玩玩的 沒有關係你可以選擇用訪客 就不需要任何的帳號密碼從這邊就可以進去 那我們先講一下第一種標準的方法 你按下會員登錄之後呢 他會開另外一個視窗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就是搭配這個社群帳號 但是比較不建議用FB 因為FB有的隱私權設的比較嚴謹 有可能會登不進去 那其他的都沒有問題 這種是最簡單 就是你只要登錄了之後授權同意就好了 那麼如果你想用Email註冊 在下面這邊有一個註冊 下面這裡有一個註冊 所以你到這個地方按一下 那就可以填上你的姓名Email跟你要的密碼 那這種方式他會寄封信 認證信到你的信箱 所以你要去收信之後 他啟用才行 這個是比較標準的就是透過會員方式註冊 那麼如果你今天你覺得我只是先試看看 有興趣的你回去再做的話 你也可以從右上角這個訪客 當你滑過訪客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取得訪客代碼 那他會給你一個八位數的 八位數的 你只要把這個代碼記下來 下次呢就用相同的代碼打進去就好了 那麼這樣子的話呢你的學習紀錄 上面這樣了解 所以我們來這邊把它按一下 這裡 取得訪客代碼 有沒有這邊就產生一個八位數了 好你知道把這個代碼記下來就可以 這樣是完全不用經過註冊的 就可以使用 好按我了解了 那你就可以進到我們這個平台裡面來 好現在進來了 那麼進來之後呢在上面這裡 上面這邊如果你剛剛不小心忘記了你的代碼 在那個右上角這邊還會看到 有沒有右上角這裡還是有 對不對 還是有那 建議各位你可以改一下 改一下你的那個名字 如果你是用訪客的 你就在這邊改一下你的姓跟名 這樣比較知道這位同學是誰 好那好了就可以按儲存就好了 反正右上角這邊就是他會 你的那個代碼他會把你留著 在這邊齁這裡 你也會看得到 OK 好這是用訪客代碼的方式 你可以從這邊進來 那麼各位預設進來之後呢 是在這裡所謂的發現裡面 在這個發現這個地方齁 發現這個地方的課程 所以你進到這個平台不是只有我的資料 還有很多其他人的資料 還有很多其他人的資料 那我們的資料呢會放在這個群組這裡 第三個 好在這個群組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來這個地方按一下 你就按一下發現 按一下群組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在第一個 這邊這裡 我們的資料就在第一個 反正你不小心其他的也都是我的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想要參加其他課程 請自行加入 如果你不小心進錯教室走錯門 可以退出 因為我這邊都是公開的 這裡的這個部分齁 都是公開的 所以如果你要進到其他的 奇怪我的怎麼這麼多 反正最近有比較多個齁 所以你就看一看 那你點進去之後呢按一下 好在這裡 有沒有右上角這裡有個加入 在這邊有沒有個加入 在這邊要自己按加入喔 沒有人幫你開門 請自己按加入就可以進去了 你在這邊一直等 他不會理你的 你就按加入就好了 這樣你就可以進到我們平台裡面了 那我所有的資料我都已經擺在裡面了 有沒有我們的簡報 然後一些資料是在這邊 對不對 那麼 真正的資料是在這個任務裡面 就主要資料是在這個任務裡面 我們的內容都在這邊 今天要上的內容都在這 任務裡面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有了齁 那如果萬一你去其他群組對不對 今天是一定要進來嘛 萬一你如果去其他群組 你不小心 剛剛講的 開錯門 走錯教室 有沒有右左邊有個退出 你真的可以離開 不用客氣 我跟你講現在學生比你們還狠 不喜歡就再見啦 就走人 他不會跟你講怎樣 好 所以 這樣 對於我們今天加入我們的資料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齁 好